从小到大 我都是姐姐的替身 打开灯后 我看到了我的双胞胎姐姐倒在了血泊中 姐夫手里拿着一把刀 站在她旁边 脸色煞白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一时冲动 她的声音颤抖着 我上前抱住了她 拍了拍她的背 柔声道没关系 我会想办法帮你的 她看向我 用近乎祈求的语气问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当然了 我伸出手 安抚式的摸了摸她的头 我当然会相信 倒是我放在那里的 就连杀了姐姐这件事也在 我的预料之中 我想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得在警方赶来之前把姐姐葬 好 看到她死在我面前 我很开心 我承认我确实有点心理记性 可是让她总是处处压我一头 从小学开始 我挑灯夜战 拼了命才考到了 第二名 姐姐只要看看课本就能考全校第一 当我情窦初开 咬着鼻想着怎么给学校最帅的男孩写情书的时候 她就已经和那个男孩出双入队了 我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真的是双胞胎吗 也是 即使长了一模一样的脸 谁能把灰头土脸的我和高高在上的姐姐联系到一起呢 就连她就连她自己都对我说过你永远都不可能赢我的 她的存在就是我失败的证明 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超越她 我们就像太阳和月亮 只要她一出现 我身上所有的光芒就消失了 我恨她的美丽 恨她的优秀 即使她什么也没有做 就连父母离世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你要向你姐姐学习啊 可这一切在我们大学毕业后发生了逆转 一毕业 我就在附近的城市找了份高不成低不就的工作 姐姐 因为优异的成绩保送了研究生 不过没多久她就退学了 念书期间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他们相爱了 并在掩耳的时候拥有了他们的宝宝 她的婆婆拉着她的手劝解女人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你又是学的表演 真以为自己能当演员呢 你安心把小孙子给生下 来 我们家家俊多有本事 以后不会亏待你们母子的 呵 这种话傻子残信 女人没有自己的事业就是寄人篱下 不过姐姐还真是那个傻子 他们迅速地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后来姐姐把孩子生了下来 听了婆婆的话没去找工作 安心地做了一个家庭主妇 我的事业越来越好 也攒下了不少存款 需要长期应酬的工作 兴致也让我开始学着打扮自己 期间短发流长烫了大波浪 一柜里的T恤全部换成了长裙 按照网上的推荐入手了各种化妆品 尝试了不同风格的妆容 终于从一只丑小鸭蜕变成了白天 而我开始在朋友圈发精绣自拍 以前让我给姐姐地情书的男 同学都变成了我的裙下之臣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每天周转于各色男人之间 成了别人口中的绿茶 姐姐的生活则和我截然相反 每天日复一日地做家务和带孩 此活像是一头老黄牛 频繁的晒娃和吐槽 婆婆也让她以前的闺蜜都开始疏远她 她的社交圈越来越小 于是终于放下了自己的高傲 厉厉 什么时候来家里做做吧 收到姐姐的短信 我嘴角勾起了一抹糊涂 我坐在镜前 开始全副武装 将洒落下的头发扎成了两个低马尾 戴上浅棕色美瞳 化好妆 换上低胸碎花裙 我对着镜子开始自我观赏 最近流行的淳于风应该可以掌获值 难得放心吧 喷上甜橘味的香水后 我提着蛋糕坐上了出租车 按响门铃后 穿着围裙的姐姐打开了门 丽丽 你便漂亮了好多啊 谢谢 我将手中的奶油蛋糕递给姐姐 这蛋糕味道挺好的 我买了些给你尝尝 进到屋内 我坐在了沙发上 无聊地摆弄着自己的头发 姐姐从卧室里抱出了宝宝 说是让我看看自己的小侄子 她的小脸粉嘟嘟的 漂亮的大眼睛冲着我一眨一眨 如果她不是姐姐的孩子的话 或许我会觉得她很可爱 但现在我只感到一阵恶心 姐姐抱着哭闹的宝宝叠叠不休地讲着 婆婆有多么恶毒以及自己 带娃都不容易 我总算可以理解为什么她的闺蜜 都和她绝交了 如果我也有这么喜欢家常里短的闺蜜 我会连夜买站票逃 逃 时钟的指针指向六点 她才慌慌张张地把宝宝放回卧室 跑进厨房准备晚饭 我拿起一块蛋糕放进了嘴里 挽起了手机 门咔嚓一声响了 接着我听到了一声轻笑 都把自己吃成小花猫了 抬起头 我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向我走来 他伸出手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 怎么把自己打扮得这么漂亮 我都快要认不出来了 心脏扑通扑通剧烈地跳着 我总算明白曾经高傲的姐姐为什么 愿意为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前途了 姐夫原来长得这么好看 见眉星目 嘴角含笑 淡黄色的光光打在她棱角分明的脸上 一时让我失了神 家俊 你回来了 姐姐看到眼前的场景 愣在原地 我迅速地站起了身 扯出了个笑容 姐夫 你这是把我当成姐姐了吧 姐夫挠了挠头 羞懒地笑着 我都要忘了 瑞瑞好像确实有个双胞胎妹妹 我本来详意胜利者的姿态向姐姐炫耀 但在姐夫出现的那一刻 计划就失败了 此刻 姐姐小鸟一人般依偎在姐夫的怀里 姐夫给她夹着菜 说着公司里发生的有趣的事 可真是一堆逼人 饭桌上都不忘秀恩爱 我在心里嘲讽着 姐姐像看穿了我的心思 笑着说道 莉莉 你也该找个人宠宠 你了 和小时候一样 依然在我面前露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姐姐 你放心吧 我会找到的 而且这个人就是你的丈夫 趁着姐姐去刷盘子的时候 我找到了姐夫 她正在客厅敲着带马 我走过去 装出一副懵懂天真的模样 找我有什么事吗 姐夫 听姐姐说你是程序员 我当大眼镜 一脸天真无邪 姐夫被逗笑 说是啊 怎么了 好厉害啊 我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 想请教你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荣幸至极 我拿出手机 扯了扯姐夫的袖口 哀求到那你加一下我的微信吧 好好好 微信提示音响起 陈家俊请求添加您为好友 我嘴角勾起笑容 驴儿上钩了 我洗好澡 跟着网上的教程换了裸妆 趁着头发湿漉漉的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九宫格的朋友圈 当然 请姐夫可见 素颜好丑啊 没多久 我的手机就收到了提醒 哪丑了 明明很可爱 知道我的自信哪来的了吗 假如姐夫真像她表现的那样爱姐 姐 就不会让她一个人刷盘子 不会任由自己的妈妈欺负她 更不会再看到我是露出那样直勾勾的眼神 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喜欢你 姐姐 我在心中冷笑 打开了和姐夫的聊天框 姐夫 我以后也可以喊你家俊吗 打完这行字 我又特意配了个可爱的猫咪表情 对面的人似乎很犹豫 我盯着对方正在输入好半天也没收 到一条消息 一个精心维持着自己人设的男人 哪怕是出轨也需要个合理的借口 我只是觉得这样喊更顺口而已 如果你介意的话就算了 当然不介意 隔天 我再次来到了姐姐家里 门开的那一刻 我在姐夫的眼中看到了一丝不易捕捉的惊喜 以前听姐姐炫耀过自己是在姐夫的猛烈公事下才答应在一起的 姐夫对姐姐一见钟情 甚至还花了半个月的零花钱从姐姐室友的手上买来了照片贴在床头 于是我特意在姐姐的社交账 后上找到了她大学时期的照片 从妆容到穿搭完全模仿了下来 果然如我预料成功了 我亮了一下头发 假装害羞的瞥了她一眼 炽热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对面的男人耳朵瞬间红了 这只屋说不出一个字 家俊 外面是谁啊 姐姐的声音从屋内传来 老婆 毕丽来看你了 姐夫转过头回应道 说完她又清了 清嗓子赶紧进来吧 穿得这么少别冻坏了 我跟着姐夫走进了屋 姐姐身穿睡衣 披头散发地坐在沙发上 手中还抱着孩子 她抬起头 看向跟在姐夫后面的我 脸上立刻蒙上一层阴霾 原来你也会自卑 我在心中嘲弄着 却还是摆出了一个友好的笑脸 丽丽 怎么最近这么有空 公司给我放了几天假 也没什么事做 就来看看你 我走过去 坐在了姐姐旁边 轻易地挽住了她的手 这时 姐姐的手机响了起来 妈 有什么事吗 姐姐的眉头皱了起来 可我这边还在 忙 好吧 我现在就过去 挂上了电话 姐姐深深叹了口气 丽丽 你在这做话 我马上回来 姐姐不好意思地看向我 怎么了 我暗自欠喜 我婆婆想孙子了 我抱她过去看看 姐姐和姐夫告了别 抱着孩子离开了房间 屋内只剩下我和姐夫 四周安静地可以听到彼此的呼吸 家俊 我有些口渴了 我捏着嗓子 用甜蜜的声音撒娇道 姐夫的喉结上下滚动 母光如情似水 可家里好像墨水了 她哑声道 我一步步地走过去 不需要 说完我勾住她的脖子 连起脚稳了上去 她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暖暖的鼻息在我的脸上游走 接着伸出手 扣住我的头 剧烈地回稳起来 一阵天旋地转 世界仿佛只剩下了我们 门锁的声音突然响起 姐夫迅速地推开了我 走到一半才发现宝宝的尿布忘了拿 姐姐满头是汗的舌了 回来 见我和姐夫都站着不说话 她立刻警觉了起来 怎 怎么都愣住了 哦 对了 碧莉刚刚说她口渴了 我在找家里有没有什么能喝的东西 姐夫最先反应过来 拙劣地谎言 我忍不住吃笑一声 但好像姐姐并没有多想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么大的人了连水都不会烧 冰箱上层有牛奶 你拿出来给她喝吧 说完就关上门离开了 可惜了 我感到有些失望 如果她再留心就可以发现我留在姐夫连口处的口红印了 当然 这一切仅仅仅是个开端 我和姐夫开始频繁地聊天和约会 有时我还会恶趣味地把合照发到朋友圈 尽管并没拍到她的脸 偶尔姐姐也会给我点赞 在餐桌上笑着问我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娇羽地低着头 在桌下用脚故作不经意地踢着姐夫 夜晚 我靠着姐夫的肩膀坐在沙发上 她用左手温柔地帮我整理着头发 右手接起姐姐打 来的电话 再加班呢 可能要晚点回去 家俊 我真的很害怕 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没等她说完 姐夫就挂掉了电话 听见手机那头姐姐无助的声音 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昏黄的灯光打在姐夫俊秀的侧脸上 仿佛给她镀一层光 她长长的睫毛像偏鲜的蝴蝶 柔和温柔的目光让人沉醉 不够 这还远远不够 我情不自禁地搂住她的脖子 我必须将她站为己有 只有姐姐足够痛苦我才能感到快乐 姐夫对姐姐的态度渐渐冷淡起来 女人的直觉让她开始疑神疑鬼 厉厉 你说你姐夫是不是出轨了 姐姐皱着眉头 应该不会吧 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个星期有三天晚上她都在加班 明明是两天 我在心中纠正道 姐姐 别想太多了 我露出担忧的神情 牵住了姐姐的手 姐姐用感激的眼神看向我 脾气里满是羞愧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我 别说这些了 咱们是亲姐妹 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 我牵住了姐姐的手 满脸关切 如果不是我突然想起晚上还要给姐夫一起去游乐园 差点就把自己也骗过去了 姐夫的身上好像有种魔力 待在她身边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很安心 慢慢的 我甚至忘记了接近她的墓地 在她的温柔中沉溺了 摩天轮上升到了最高点 整个城市的夜景映入眼帘 空气在波 鼻上凝结成水珠 我伸出手在玻璃上勾勒着道路的轮廓 家俊 你喜欢我吗 我轻声问道 姐夫脱下外套披在了我身上 垂下眼眸 眼神中藏着无尽的温柔 当然了 那你愿意为了我跟姐姐离婚吗 再等等吧 可我不想等了 我把头靠在了姐夫身上 扯了扯她的衣角 她无奈地笑了 想我搂得更紧了 我的心中暗自有了打算 从摩天轮上下来后 姐夫带着我来到了一家西餐厅 趁着她去洗手间的空档 我拿走了她放在椅子上的手机 悄悄给姐姐发了一条消息 老婆 今天加班提前结束了 我在西餐厅定了座位 你准备一下过来吧 自有我就是个缺爱的人 所以姐夫一点柔情就能在我这儿尿出 逆来 我甚至觉得她是上天给我的补偿 迫不及待地渴望她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对着姐夫言笑艳艳 切着牛排 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看向手机 二十分钟后我透过餐厅的玻璃窗看到精心打扮的姐姐笑艳如花的向这边走来 计算好时间故意把红酒撒在了裙子上 怎么这么不小心 姐夫宠宁地笑了起来 她起身坐在了我旁边 温柔地帮我擦拭着衣服 看上去暧昧至极 我突然抱紧的姐夫 因为此刻姐姐站在窗外 她的脸上浮现了诧异的神情 眼中血满了泪水 我透过窗子冲着她摆摆手 扬起胜利的笑脸 本以为她会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冲进来将红酒倒在我的头上 不顾形象声嘶力竭地与姐夫争吵 结果都没有 她只是失神地看了一会儿就转身离开了 分别前 我踮起脚在姐夫的额头上落下一个吻 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吗 我轻声问道 当然会了 姐夫揉了揉我的头 这种问题还用问吗 有了姐夫的承诺 我每天都在期盼着和她的见面 但这件事过后 姐夫就没再联系过我了 我只能通过在她家中安装的监听 去了解她的动态 她开始和姐姐频繁地争吵 指责姐姐不够陷 认她 我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没了姐夫的日子让我感到有些寂寞 于是姐姐深夜的啰气成了我每日最大的快乐来源 我享受着她的痛苦 幻想着有一天真的可以取代她的位置和姐夫走到一起 她常常在空屋一人的房间里自言自语着 诉说着曾经与姐夫的缠绵以及现在的绝望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她是故意把这些话说给我听的 日子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偷听着姐姐和姐夫的日常 耳机却突然传来短暂的电流声 接着姐姐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知道你在听 我们见一面吧 姐姐把地点约在了上次的那家西餐厅 我刚坐下 她就端起衣 杯红酒向我颇来 我没有躲闪 拿起桌上的纸巾擦了擦脸 笑着看向她 姐姐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你可真会装无辜 姐姐冷笑着 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偷偷和家俊来往 故意拿她的手机给我发消息 还在我们家 李安装了监听器 你以为你做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吗 她冷冷地看着我 突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露出了恶意的笑容 你不会以为家俊她真的喜欢你吧 心事突然被人戳中 我的心陡然沉了下去 有些事情我并不是不清楚 只是选择性忽视罢了 相拥的时候她脸上不耐烦的表情 已读不回的消息 这些我并不是没有看到 但就像姐姐呼 是我和姐夫的私情一样 我也忽视了姐夫没有那么喜欢我 现入爱情的女人宁愿活在虚幻的泡影中 也不愿承认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喜欢我 这么想着我对姐姐感到恼火起来 我失魂落魄地从餐厅走了出来 姐姐的话如同魔咒一般不断在我脑海里想起身体仿佛坠入了冰窟 强烈地恨意像一朵英素花在我的心中滋生 我开始默默执行起了报复计划 姐夫又开始联系上了我 她好几次过来见我 脸上都挂着彩 我小心翼翼地帮她处理伤口 听她抱怨着最近一直在和姐姐争吵 她接过我递过去的蜂蜜水 苦笑着说 如果瑞瑞能向你这么温柔就好了 是啊 如果你当初娶了我 我肯定不会像姐姐这样管你 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缓缓说道 你即使出轨了 我也不会管你的 姐夫的身体微微一正 失笑道 能和你在一起 我怎么会出鬼呢 我笑着俯摸着姐夫的脸 那我们把姐姐杀了吧 这样我们就能够永远在一起了 姐夫一言不发 姐姐打你 你都没有反击过 不觉得憋屈吗 时候不早了 我们早点睡吧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她只是敷衍着催促我去睡觉 但我知道姐夫对我的提议 惊动心了 姐姐的无理取闹已经快要把她逼到了极限 不然她也不会频繁地躲到我这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过得就像普通的情侣一样 我们挤在同一个被窝里看电影 去超市采购然后回家做一桌子的菜 有时候在路上碰到熟悉的人 他们还会把我错认成姐姐 称赞我和姐夫 夫妻关系真好 这让我感到甜蜜又心酸 我是不是仅仅是个替身呢 因为学生时代的女神变得暴躁又衰老 所以我变成了温柔版的姐姐 想到这里我的心狠狠地酸了一下 因为幸福是偷来的 所以我总是这么多愁善感和患得患失 强烈的战友欲让我不再在温柔里沉溺 我又想起了复仇的计划 于是在我撞见姐姐和陌生男人逛街的时候 故意拍下了两人亲密的照片 回到家后假装不经意地发给了姐夫 此刻我正抱着玩偶坐在沙发上 透过厨房的门缝观察着正在洗碗的姐夫 很快我的手机就收到了消息 这张照片哪来的 姐夫 我说了你可不要怪姐姐 我之前在路上看到的 哗啦厨房内传来晚被摔碎的声音 姐夫眉头紧皱 满脸音埋得走了出来 没有理会我在背后的呼喊 摔门冲出了房间 姐夫离开后 客厅又安静了下来 我将怀中的玩偶抱得更紧了 戴上了耳机间听着另外一个房间的动静 姐姐的心情似乎很好 监控器里不断传来她哼出的小曲以及愉快的笑声 但凭竟在一声巨响后戛然而止了 姐夫应该已经赶到了姐姐的家中 对面很快就传来了他们争吵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嘈杂 一 双刺耳的尖叫后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赶到了姐姐家中 屋内一片漆黑 我只能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 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 走到卧室门口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打开灯后 我看到了姐姐躺在血泊中 姐夫手上拿热刀站在她的旁边 她的身体止不住地站立着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我觉定在警方上门之前妥善地处理好一切 我将姐姐装进了车子的后备箱中 小区内寂静无声 放学的孩子和遛狗的人此刻也已经回到了家中 只剩下一盏盏孤单的路灯 助力在道路两旁 宛如一双双眼 精神试着我 刚刚发生的一幕幕如恐怖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放映着 我甩甩头 一踩油门向后山石去 回来时已是午夜时分 房间的灯依然亮着 昏暗的灯光打在姐 肤惨白的脸上 看上去十分恐怖 她失神的双眼无助地盯着我 喃喃着 我不是故意的 从她断断续续的一句中 真相见见重陷在了我眼前 两人因为照片的事起了争执 姐姐偷然拿起桌子上的刀 失心风般地就朝她捅来 姐夫躲闪不及 只能试图去抢走姐姐手中的刀子 推丧间不小心要下了大错 我用姐夫的手机帮她订了张回老家的机票 并和公司请了假 我替她安排好了一切 姐夫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姐夫战声道 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对我这么温柔的人 我苦笑着 可能我太缺爱了吧 所以滴水之恩就能涌泉相报 你没有像别人那样低看我 会注意到我的情绪变化 会记得我爱吃的食物 可这些都只是小事 换谁都能做到 你这样我真的受之有愧 对我而言 这些都不是小事 我温柔地看向姐夫 抚摸着她的脸 等一切结束 我们就像普通情侣一样生活 好嘛 姐夫哽咽着 连声说好 姐夫离开后 我开始了扮演姐姐的生活 姐夫按照我要求的美 天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并刻意显示定位 我则开始抱着孩子频繁 递到邻居家里做客闲谈 造成姐姐还在的假象 两天后 姐夫回到了家中 给警方打去了电话 我要报警 我的妻子失踪了 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 并在姐夫的家中展开了调查 从邻居口中 他们得知了姐姐最后一次被人看到的时间是昨天中午12点半 姐夫此时正好在省外 所以暂时摆脱了嫌疑 警方开始调查姐姐的社交圈 很快就找到了我这里 昨天中午你在哪儿 警察狐疑地看向我 待在家里 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视频 昨天白天我一直在直播 警方从我手中接过手机 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我不仅一直在社交平台上直播 还和网友们实时互动 完全没有造假的课 可能你姐姐和姐夫的关系怎么样 他们关系很好 姐夫甚至还说过如果有一天姐姐死了 他也会跟着离开这个世界 警方神色复杂 没再接着问下去 在我沉默会随时配合调查 后他们就离开了 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睡觉 刺耳的电话声把我吵醒 电话那头传来了姐夫颤抖的声音 莉莉你能来陪陪我吗 最开始是冰箱里的牛奶经常消失 到后来姐夫发现家具会莫名其妙的移动位置 甚至有时候还能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肯定是她回来复仇了 姐夫向我诉说着这几天噩梦般的经历 冷汗层层而下 双眼死 死得盯着墙角 我宽慰她不要多想 向警方申请候在姐姐的家 里住了下来 姐夫时常被噩梦惊醒 凄厉的惨叫声在寂静的夜 晚的衬托下 宛如恶鬼的哀嚎 就连我也跟着神经敏感起来 有时房间里会传来脚步的声音 有时是女人的笑声 姐夫试过 用手机把这些声音录下来 但每次录音都会自动删除 姐夫的精神临近崩溃的边缘 在上班的时候也会忽然大吼大叫 最终被公司辞退了 孩子也被送到了姐夫的父母那里 姐夫变得越来越依赖我 像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 她蜷缩在床上 双手将我搂住 小心翼翼地问如果是她回来 复仇了 怎么办 那我就陪你赎罪 不幸接踵而至 警方再次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有市民声称上山 跑步的时候在后山闻到了腐臭的味道 我连忙带着姐夫来到了现场 警方早已赶到 正在进行着挖掘工作 被挖出来的泥土 渐渐堆成了小山 尸块混合着泥土的腐臭味也越来越明显 姐夫紧握住我的手 汗不断流下来 警方终于挖开了松软的泥土 姐夫的身体控制不住地抖了起来 但警方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般发现姐姐的尸体 只看到几只猫的尸骸 横七竖八地藏在土中 真该死 这难道是什么恶作剧吗 可能是有人虐猫吧 没见 收工收工 姐夫长续一口气 身体放松了下来 暗自迟迟没有进展 只能暂时被搁置了 与此同时 房间里的怪事也都渐渐消失了 姐夫的精神逐渐振作起来 并打算开启新的人生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接到了姐夫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 在家啊 为什么这么问 我看到你姐姐了 姐夫的声音里满是恐惧 我宽慰她不要想太多就挂掉了电话 几分钟后 却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是王立女士吗 我揉了揉眉心 是 这里是警察局 您家属的精神状况不太好 您方便来接一下 妈 我的心砰砰跳着 难道是姐夫 她会不会突然对警方说什么 如果她突然自首 那么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了 想到这里 我顾不上梳洗 连忙拿上钥匙跑出了房间 我按照警方给的地址 开着车来到了警察局门口 姐夫正和一群警察面对面坐着 她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 头发乱糟糟的 双手紧紧的抓着一个小个子警察的袖口 我真的看到鬼了 你们相信我 先生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这世界上没有鬼 警察有些无奈的说道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姐夫回过头看到我 瞳孔不断地放大 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鬼 你们快看 她的身体颤抖着 连滚带爬往后退 姐夫 你冷静点 我是莉莉啊 我蹲下身 柔声道 姐夫这才冷静下来 莉莉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 穿着素色的裙子 没有化妆 甚至因为来得太匆忙 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难怪姐夫会把我错认成姐姐 我没有回答她 笑着把她扶了起来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姐姐失踪了 姐夫她最近精神状况不太好 没事没事 反正她也没惹什么麻烦 人你就先带走吧 我向警方表达了谢意 便驾着姐夫向门口走去 真痴情呢 听到后面传来警方的低难 我露出了嘲讽的微笑 回到家后 我把神情恍惚的姐夫扶到了床上 转身去给她热牛 奶 姐夫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莉莉 别走 我害怕 我要给你准备些东西吃吗 你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吧 我温柔地摸了摸姐夫的头 她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道 要看电视吗 不 她裹紧了被子 我总觉得在电视机上能看到你姐姐的脸 那天会广播吧 我打开了收音机 向厨房走去 我哼着歌 在厨房里热着牛奶 愉快地想着就快要成功了吧 我和姐夫每次和警察的交锋都心惊胆战 但又总能花显为夷 除去运气好的成分 其他的都要归功于我精湛的演技和良好的 心态了 这么想着 我有些骄傲地笑了起来 这件事过后去 当个演员或者卧底也不错 正在我得意之时 楼下传来了人凄厉的惨叫声 死人了 我慌张地跑到楼下 姐夫身旁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她的身体极度扭曲着 眼睛还没有合上 大片的血迹染红了她的衬衫 看热闹的人们拿着手机拍照 我发疯似地拨开了人群 跪倒在姐夫的尸体前 不 我不相信 我尖叫着 四周突然安静了下来 我低着头趴在地上 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几个学生模样的女学生将我搀扶起来 我满脸泪痕地坐在花坛上 被擦伤的膝盖正向外冒着血 目过的人们都向我投来了怜悯的目光 上一个还拽着我的衣袖撒娇的人 现在变成了一具僵硬而可怖的尸体 我望着她突出来的眼球回忆起来我们第一次的相遇 昏黄的灯光的映衬下她的目光是那么的柔和 一不小心就让我动了心 而现在她的眼睛向外凸着 像一只缺水而死掉的金鱼 曾经费尽心机的接近 爱而不得的失忆竟然在这一刻全都消散如烟 没过多久 警方就赶来了现场 他们立刻展开了调查 并把我带到了警察局做了笔录 因为姐夫身上没有找到挣扎打斗的痕迹 家里也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 最终这件事被定性围过度想 念妻子的自杀事件 等我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 警方就放我回家了 姐夫的父母去认领了她的尸体 那个女人看到她儿子的惨状后 当产昏了过去 我站在远处冷冷地看着 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 一切就快要结束了吧 几天后 警方那边就传来了消息 姐姐回来了的消息 我赶到了警局 她正坐在长椅上发着呆 长发乱糟糟的贴在脸上 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脚踝处还渗着血 从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真相渐渐浮现在我们眼前 姐夫出轨了 还不止一次 姐姐其实一直都知道 但为了孩子 她都忍了下来 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父母早逝 和妹妹的关系也很疏远 没有人可以诉说的 她只能去酒吧消遣 但这却成了不幸的开端 姐姐不胜酒力 回家的路上被路边的一个乞丐盯上了 乞丐跟在姐姐后面还记下了她的住址 从此她成了姐姐的背后铃 无论姐姐走到哪里都能感觉 有一双猥琐的眼睛在死死的盯着自己 姐姐尝试过跟姐夫求助 但她只忙着和莺莺燕也约会 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某天 姐姐在回家的路上被乞丐绑架了 她把姐姐关在了自己长期藏身的地下室里 好在她并没有做什么 因为她的身份太过边缘 警方怎么也没想到往她的身上查 姐姐被求见了数日 终于趁其不注意逃了出来 她不敢回头 只能拼命地往前逃 鞋子掉了脚也磨出了血 逃回来之后却得知自己的丈夫已 惊自杀了 姐姐的故事引来了在场所有人的同情 我在心里冷笑着 她果然才是那个天生的演员 小时候故意从我的身上夺走家人们的目光 学生时期装作小白花的样子 拉着我的手道歉 我不是故意抢走你的男神的 直到现在回想起她那楚楚可怜的姿 她还是想一巴掌伤过去 可此时此刻我却没了那种心情 因为我更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警方按照她给的位置很快就抓住了她说的那个乞丐 在警方的审问下她也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为了让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尾 姐姐抱住在她身旁的我哭了起来 她的眼泪滴在我的肩膀上的时候 我甚至有些恍惚 这些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双胞胎间的心灵感应 内心的某处却不自觉的被她的哭声触动 我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在外人看来 倒是有几分姐妹情深的模样 姐夫出轨的事还是被传到了姐姐的婆婆那里 我陪姐姐去接回宝宝的时候 竟然在那个不可一世的欧婆婆眼里看到了羞愧的表情 她从口袋里拿出个皱巴巴的红包塞到了姐姐手中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我们家家俊今天的下场 她抹了抹眼泪 也是她最有应得 妈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婆媳之间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事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您 姐姐的婆婆一言不发地流着泪 您放心吧 以后我会经常带着宝宝来看您的 姐姐牵起了婆婆的手 她的婆婆连声说着好 目送着我们离开了 不久后 我和姐姐一起参加了姐夫的葬礼 姐姐忙前忙后 一刻也没停歇 所有的宾客都对姐姐赞赏有加 不计前嫌 贤惠 善良 大度豁达 只有我知道这些词用在她身上是多么的否刺 等到宾客散尽后 我在角落里找到了一脸疲倦的姐姐 你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 其实复仇计划是姐姐制定的 西餐厅的那次见面让我同意了家 入她的复仇 早在遇到我之前 姐夫就已经有了出轨对象 并且远不止一个 姐夫凭借自己帅气的外表 享受着重新捧月一般的生活 肆意糟蹋着别人的真心 姐姐暗示过我 这个星期有三天晚上她都在加班 我以为是姐姐糊涂记错了日子 还在心里嘲笑她 实际上却是我自己 别顿 因为另外一天姐夫在其他女人那里 当我听到录音笔的那句 我和莉莉只是玩玩而已 送上门的不 要白不要 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与可笑 她的温柔全是假的 她擅长甜言蜜语也是因为经验丰富 我按照姐姐说的 开始在姐夫耳边煽风点火 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事先准备好了弹簧刀放在了姐姐家中 又故意刺激姐夫与姐姐发生争执 姐姐故意拿刀筒向姐夫 然后在争执过程中假装被误伤 早就藏在身体里的血包喷涌而出 狂张之下 姐夫没能立即检查伤口的真假 姐姐是表演戏出身 精湛的演技片过了她 接着我的及时出现 让她彻底失去了发现真相的机会 然后我开着车经过后山那条路把姐姐带到了我的家里 我门户换了身份 我假装姐姐失踪的那天 姐姐伪装成我在家中直播 因此警方并不能从我的不在场证明中找到什么漏洞 姐姐又故意引导起 带绑架了自己 而后就是我装作姐姐装神弄鬼 冰箱里少了的东西 扮演女子的哭声 甚至姐夫口中所说的看到的鬼影全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姐夫的柔情里掺了水 我的温柔自然也就造了毒 每次的安慰只是为了把她捧得更高 摔得更痛 我要给她希望 才能让她被绝望折磨是更痛苦 姐夫自杀的那晚 我故意录下了一则几年前的新闻 妻子尸体被抛在深山 警方在上面找到了其丈夫的指纹 姐夫以为事情败露 加上长期的精神折磨 无法面对现实的她 选择从高楼一跃而下 当然这些录音在警方来之前已经被我删 除了这个计划与我而言 只是杀死了一个和我偷情的人 与姐姐却是一石二鸟 她不用再看着花心的丈夫四处留情 也不再会被其该跟踪骚扰 所以我很好奇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的 难道我爱上姐夫也是她计划中的一环吗 我再次问起这个问题时 姐姐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是最懂你的 你也是唯一可以帮我的人 我追问道 所以从你开始联系我就是为了让我帮你复仇吗 不甘心 真的很不甘心 是 她勾了勾嘴角 其实我也算给你上了一课 不幸之 人不值得付出真心 那你恨过我吗 没有 她出轨的对象我根本数不过来 又何必在乎一个你呢 她停顿了一下 再说你不过是我复仇的棋子罢了 可怕的女人 我在心中咒骂着 不过你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毕竟我们是双胞胎啊 她冲我笑了笑 转身离开了 她恐怖又阴暗 自私又虚伪 但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们彼此增 混蛋却又彼此需要 想把这我加快了脚步跟了上去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